玉金 这个玉金在这个中药里面呢 是一个多基源的 来源于多种不同的江科植物的 那么我们书上呢 第一个品种呢 它就来源于植物 江科植物的温玉金 温玉金 这个温玉金呢 它主要是产在浙江地区 在商品药材里面又叫川玉金 川玉金不产在四川 主要产在浙江 那么第二种植物江黄 那么江黄呢 主产地在四川 这个呢 商品药材里面常常称为广玉金 广玉金 那么这个广西卧族 冯卧族 这些都作为这个玉金的 这个来源 这个它是江科植物 这个须根上面长的这个快根 类似于有点接近于纺锤状的 当然不是很对称的纺锤状 有很多呢 比这个典型 我们这个图上不是很典型 有一端特别大 其实有的两端 相差不是那么悬殊 那么在商品药材当中呢 这个温玉金呢 因为这个切开以后呢 它比较白一点 颜色 所以又叫白玉金 或者北施玉金 那么江黄这种植物切开了 里面呢 是带黄的 明显的黄色 所以叫黄玉金 或者黄施玉金 俄族 那么切开了以后呢 有一点淡淡的绿色 又叫绿玉金 或者这个绿施玉金 这个广西我族的这个快根呢 又叫贵玉金 这个广西又称贵 贵玉金 这是商品的名称呢 可以做个常识性的了解 但是在中药里面 使用的时候呢 往往不要求写明 这个商品药材的名称 就写一个玉金就知道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呢 要介绍它的药材的 这样的一些来源 那么与后面我们介绍 姜黄俄族 那么做一个铺垫 那么时候那个时候呢 可能在药材方面呢 要有联系 因为他们用药材来源 有相关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功用呢 也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这是关于 这个玉金的 这个药材来源的情况 那么药材 这个玉金作为一个 活性化育药呢 也是一个重点 要掌握的药 它的功效比较多 功效比较多 在我们书上呢 这个活血止痛 行器解育 如果我们按照 穿胸的表述方法 这两个功效呢 可以和二而一 那么就叫活血行器 所以穿胸的活血行器呢 又可以像玉金一样的 把它一分为二 包括了活血止痛 和行器解育 所以这一点上呢 玉金和穿胸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它也是比较典型的 学中器药 它以活血化育为主 也能够行器输肝 行器输肝 所以对于肝语气质 引起的血力疼痛脏满 甚至于这个脾胃的气质 顽腹脏满 它都能够表现出 这个行器的 药的一些铁针 既能止痛 又能消脏的 而且作用部位呢 还比较广泛 所以这一点呢 它和穿胸是相似的 血中的气药 所以它既可以单独的作为 活血化育的药物 用于这个鱼血疼痛症 又可以单独的作为 行器的药 用于这个肝语气质症 当然最佳的是 这个气质而血鱼 肝语与鱼血并肩的 那么这一点呢 都和穿胸呢 相似的 那么和穿胸不同的地方呢 主要在于药性 穿胸是偏于温兆的 鱼筋呢 是偏于寒凉的 鱼筋是偏于寒凉的 所以这个 穿胸呢 对于这个 鱼热腹解 或者这个鱼筋亏号的 这个鱼血症的患者呢 不是很实活的 它温兆自信 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但鱼筋呢 不温 也没有明显的造性 没有明显的造性 所以相对而言呢 就更加实活 这个鱼热腹解之症 鱼热腹解 有热相的 这样的一些鱼血症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不同点 另外一个不同点呢 就是着用的部位 穿胸比较广泛 鱼筋相对于穿胸来说 着用的部位 要狭折一些 所以我们昨天介绍 穿胸的时候 全身的鱼血疼痛症 几乎没有不可用的 它上行头目 下行血海 中开鱼解 庞达四肢 也就是上下内外 就是说 不管是内脏的 或者肢体的 这种鱼血疼痛症 穿胸都可以选择使用 但是相对于穿胸而言 那么这个郁经 我们书上明确地提到了 它主要是指的 胸腹鞋内的疼痛 也就是说 它主要是用于内脏的 胸腹部的内脏的 这个鱼血症 这个鱼血症呢 那么郁经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 化鱼止痛的药 用于鱼血疼痛症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活血调经的药 那么用于 腹科病 月经失调有关的 众多的鱼血症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活血消针的药 用于腹部的 腹腔当中的 一些增加疾款 其实这个增加疾款呢 主要也是在腹部 那么在早期的 这个本草学里面呢 郁经主要是在 腹部和血泥部 就是现在说的肝 肝皮 这个胃腕 或者下腹部 腹科病当中的 这样的一些 包括一边的疼痛 或者这个增加结块 都可以用 近年来呢 这个郁经 对胸中的鱼血症 主要是指的心了 胸壁 应用呢 开始明显的增多 所以就是到目前 这个 它的临床应用 扩大了以后呢 它重点 仍然是在 这个内障的 内障的 当然近年来 对于头部 头部 这个鱼血组织 鱼主在脑螺里面 比如说这个 中风后遗症 有鱼血的 或者一些 这个头痛 属于鱼血引起的 或者一些 比如说 早老性的 老年性的痴呆 那么这个 属于血管性的 这个血管性的痴呆 现在用郁经的 比较多 那么但是 对于其他肢体的 比如说跌打省伤 在四肢 在四肢 或者在躯干 这个避震 床庸 如果肩有鱼字 那么一般 在房里面 用郁经的是 比较少 所以它相对于 传胸来说 它的着用部位 要狭窄一息 这个也是书上 对于郁经 首先 就把它限定在 这个胸腹鞋来 主要就是 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 如果说 它和传胸 进行比较的话 那么主要 就是我们刚才 说的三点 一个 都是血中的气药 既能够活血化瘀 又能行气解瘀 那么可以用于瘀血症 也可以用于气质症 气质而血瘀的 都是比较死活的药 那么不同的两点 一个是药性 传胸的温造 而郁经没有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作用的部位 那么传胸非常广泛 郁经相对而言 要局限一些 主要在于 胸腹鞋内 那么这个是 在活血和行气 这两个主要的功效 就相应的 应用的情况 那么这个 郁经呢 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寒性的药 就是因为它兼有 凉血清新的功能 其实在活血化瘀方面 它表现出含量的性质 不是很明显 所以把它作为一个 活血化瘀药 这个郁经的药性 自古以来都有争论 有的说是偏寒的 有的说它不应该偏寒 它应该是偏温的 那么这种争论呢 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 活血化瘀的药证 来认识 在治疗瘀血症 或者气欲症方面 当然这个寒性 或者瘟性 它都不是很明显 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良血清新的药 那么这个功效的提出呢 那么主要是在明代的后期 到清代之间 那么以后呢 就没有什么争论了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它就是完全是 偏于寒凉的 尤其清代以后的本草 基本上一致的比较认可了 这种说法 这个良血和清新 对于温热病来讲 它可以同时使用 用于温热病 热如云血 它既 清于云血分的热 如果云血分的热 同时又有心火抗旺 心火上烟 出现了心反不眠 或者这个繁草不安 神魂沾雨等等 它都可以使用 那么就是这个清新或凉血 因为这个心热 不一定完全都在血分 心热也可以在气分 对于温热病来讲 那么同时出现了 那么这良者 它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这个 有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 那么就是 这个心金热胜 心金热胜 可能也有云血有关 那么这个玉金在房当中 它是常常和这个 牛黄这一类的药 配物在一起黄年牛黄 这些清新的药 另外比如说 昌浦玉金汤 那么就是 大家更熟悉 也是我们很多书上 都强调的 但是由于在中药学里面 长期以来 偏重于强调 玉金在温热病当中 是昌浦玉金汤 昌浦玉金汤 是治疗湿温的 好像就给人一个印象 是不是只有湿温 才用浴金 普通的温病 是不是可以不用浴金 实际上都用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鞍弓牛黄丸的浴金 它就不是实温 它都是 这凉学清新的 实温用 普通的这个温热病 等同的都可以使用 那么在这个 内科杂病当中 那么它 如果作为一个 凉学的药 那么它就是用于 学热忘醒 用于学热忘醒 所以我们这个书上的 这个应用式 应用式 用于这个土学 女学 就是流鼻血 以及妇女 道金 这样的学热忘醒 但是它本身不是子学药 所以常常配物 粮学子学药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 生地黄情 那么刚学了的 粮学子学的药 大剂小剂 车别也怀花 这样的一些药 它都可以配物使用 那么这里要说明一点呢 就是妇女 道金 有的妇女 因为这个 有热 那么这个热性是上烟的 那么到了 金期的时候 就表现为流鼻血 这个的 临床上呢 把它叫做妇女 道金 妇女 道金 那么这个 玉金呢 前人认为呢 它是苦寒 轻降的 所以在治疗上部的出血症 它有利于降气 是气机下降 那么气降呢 那么这个学就不容易上也 不用于忘形 那么就有利于治疗 这个道金这一类 向上的 其实旅学 鼻学也是 为什么这里 专门是 都是介绍的上年的 学上意 就是上部的出血症 那么主要就是用它来降气 苦寒 轻降的作用 降气有利于治疗上部的出血症 那么一般的这个 杂病当中的 这种心热 心热不眠 那么可以获得这个 一般的清心热的药物 比如说前面我们学过的 黄莲 或者莲桥 或者莲 这类 或者这个莲子心 等等 竹叶 都有这方面的铁针 都可以 近年来呢 有的把玉菌 用于心热上烟 繁草不眠 比如说国家曾经 批了一个 新的品种药 就是 这个 就是玉菌单位药的 那个金玉菌公司的 就是治疗 这个心热不眠的 这样的一些 神治症状 就是他专门用它治疗 杂病当中的 心热上烟 那么比如说有的 这个心热直胜 加了弹错 祖字 那么如出现了神治 失常 比如说治疗这个癫狂的 治疗癫痫的 这个白金丸 玉菌和明反 就是白反 配武 那么玉菌在里面呢 主要也是表现为清心的 这个是 弹热必阻心窍 弹热必阻心窍 那么用玉菌来清心 那么用明反来 来驱坛 那共同组成一个清化热坛 而治疗这个神治 失常的一些方 另外就是利胆退黄 那么玉菌呢 也可以用于失热黄胆 失热黄胆 甚至于用于失热灵症 它本身苦寒 有一点清泻 失热的效果 更主要呢 它是利胆退黄 所以它可以常常和 阴神豪 辅脏 或者我们前面学的 这个金钱草 这些药物呢 这个配武在一起 配武在一起 这个就是 玉菌 在临床上的 功效和组织的 基本情况 所以从这一个介绍来说 我们也会明显的 发现这个玉菌 它可以作为一个 活血止痛药 也可以作为一个 活血调精的药 治疗这个妇科病的 瘀血症用的很多 也是活血调精的药 另外呢 它也可以用于增加几句 它也是一个 活血消针的药 所以说明了 昨天我那个观点 这一张的药 分的时候 是很难把它切然 分开的 尤其是一些重点的药 往往呢 应用都非常广泛 只不过对于这个 别打神伤呢 相对的说 玉菌不怎么用 用得少一些 那么所以 分着这个活血疗伤的 可能性就小一些 那么另外三类呢 它完全都是可以的 另外这个 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 十九位当中 离来有一个 冰箱和浴金 属于配武经济 这个冰箱 墨浴浴浴金 建 那么两个药呢 不要配武在一起 那么在 这个古代的应用 十八反十九位的 房当中呢 那么这个 这个药队呢 应用是最多的 现在呢 有人进行过一些 初步的研究 没有发现明显的 这个理由 他们属于这个 配武经济 从这个安全性 和有效性 当然不是很全面的 做个部分 一些研究 那么基于这样的 这个实践 和这个现代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各个的 要点 在近年 在近版的 这两三版里面呢 已经在这个冰箱 和浴金下面 都没有把它们 作为配武经济 那么我们为了 就是和这个 要点保持一致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书上呢 这个 丁强和浴金呢 这个 也是没有提出来 没有提出来 作为一个配武经济 那么 也是在这个参考资料里面 这个 二百六十页的 参考资料二 谈到了前人 有这么样一个记载 那么现代的研究呢 这个已经是 不是很重视 所以可以把它 作为配武经济 也可以不 那么因为有要点 在这里 作为一个指使 所以这个呢 公同学们参考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这个浮略了 那个十九位 那我觉得就不应该扣分 那么要点 都已经把它取消掉了 没有保留 这是 关于浴金的 那我再补充 说一句话 这个刚才的那个 我们讲这个浴金啊 船胸啊 使用主义里面 都有润腹 不能使用 它作用比较强 而这个研辅所呢 说的是润腹秤用 也就是说 它不是典型的 活学化语 那个也是一个例子 这个补充 所以这么一句话 这个仍然有一个 是什么 我应该说 它是什么 我应该说 但是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